是不是交往中沒多久 是不是剛剛開始這段關係 然後呢 你就是一個比較扯的女生 看牌看得出 你的感情很豐富 但是我想說相對起來 阿滴她是一個 我也可以說是一個沒腳的雀仔 可能很喜歡去玩的 很多朋友或者很喜歡去做運動 她是要 明白嗎? 無俱無促很自由的 自由奔放 但是然後你就好似貼身 如果經常去貼住她 或者經常去撒她 她會有少少抗拒 我可以告訴你 對了 大家好 製作這條片是在本年2022 4月3號星期日的早上 然後這條片有名叫中閘 即是很明顯是有上閘 至於上閘在哪裡呢 就麻煩看一看螢光幕的右上角 可以給我一張Q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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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片就是 塔前聯林星盤分析2022 深月吉凶衰之上閘 唉 搞到好像4月才說3月的事情 仿佛有清朝的劍斬明朝的觀之感 搞到我也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 大家都經常聽我說 有點忘了 還有我現在都開始 要去圓美的 LIFE WORK PLAY EAT WHATEVER BALANCE 所以為什麼 有時候有些事情都要拖一下 但是我都說過 射手座 答應了你 就會做的 一落千金 但是你就不要理我 那個計劃是怎樣 但是總之我說會做你就相信我 OK 所以這個週末 我都出了帖 我都暫停書面服務 都很不說得了 對不對 好 那何況呢 其實我現在說這些事情 不是說只是 applicable到3月或者4月的 其實是一直去到7月的 所以 早點遲些都沒什麼所謂 就是 我以下說的這些升長 就不是說由現在4月開始 其實由3月頭那些地方已經開始 但是它那個 影響性是延續得很久的 所以 我生了這個月都不是一個大事 對不對 而且理論上是去到什麼時候呢 原來就是去到7月5號 但是大家不要以為 這些東西在7月5號就煙燒雲散 因為看回我們早前的一些經驗 例如春芬那時候 跟著廣西那個空難 東韓空難事件 有時候呢 星藏這些東西 它可能到最後才回光反照 才發揮 好 那是什麼事情呢 先去看回 剛剛 我早於3月9號 在各大平台 都出了一個post 那個post第一句就是 昨晚無聊玩計數 那我就在這裡計一下 即是香港一些移民來港的人 他們大概會帶走多少資產 等等等等 然後呢 去到下面 那我就照讀出來 那我就說 Anyway 即是我北風一轉 那我計完那些移民的人 帶走多少資產 這條數呢 我就說Anyway 我人生只有兩個日金牛朋友 一男一女 男的今早和我生 今年是人生最大變動年 例如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他就前後做了11次檢測 極浪費人生 下星期公司轉post 之前8年沒有轉過 還有 還有來今會搬 然後呢 我就繼續說 大家記得嗎 之後就到天竭水平衰 那時我還排了水平貴軍 不幸中之大行 因為幸運有土星幫手頂一頂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看火星Ingress chart 現在可以提醒各位日水平 你們接下來食眼市直到July 5日 特別是February 即是2月 2日 13日 18日 這三日出生 肯定市眼 而且在Antition的影響之下 什麼是Antition呢 我在之前的黑天鵝特七 是教過的 不明請自行重溫 在這個Antition的影響之下 8月23日出生的日處女 又是市眼 所以我最後就請大家自求多福 那我就說 黑你們做什麼 那就是 我算得這條數 就肯定是會有東西的 這大段 其實早在我3月9日 我就在國大平台出過post 我亦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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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在這條影片的comment section 去paste 那條連結出來 好啦 那所以市隔禁 市隔禁 我今天就是想去解決 這裏的下回份 即我要去揭露那個結局 究竟 水平啊 處女啊 還有8樣 對啦 那其實接下來究竟會 會壞些什麼呢 還有不只是 我這裏也都 很花心思去跟大家 計算一下 其實不只是太陽星座 這三個星座 上星和月亮的話 你們都可以聽完 究竟關不關你們的事 因為有些關 有些不是很關 好啦 首先我想在這裏解釋一下 其實我以下講這些東西是怎樣去計算的呢 我想說 如果一般那些 什麼現代的心理占星師 就不會計算到這些 但是 這些是一些很高階的占星學 如果你們有興趣去學 我勸你 不是說勸你 我推介你們 你們一定要看一個 一個占星一個很經典的秘笈 就叫占星四書 Tetrabiblos Tetrabiblos 這個是如果學古典 傳統占星 必須要讀的一個寶典來的 我相信其實你上網都會找到 就算上網都會找到e version 如果你不是一本書的話 但是就是用英文 中文我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英文一定是最原汁原味 你不會有翻譯錯誤 還有最重要就是 因為我記得今次火星移位 移去水瓶座 其實就是3月3日 我為什麼出這個帖子 就是因為火星那時候 差不多移入水瓶座 我們叫這個做一個Mars Ingress 這個Mars Ingress的Pattern 其實是記載了的 就是Tetrabiblos 還有再加上一些Fixed Stars 就是我對行星 行星銀行的行星的一些認識 我就概括了 其實白羊柱女和水瓶 由3月頭起 一直到理論上7月5日 都會有很多 我忽然之間想回歸一下 回歸一下3月9日的帖子 我就說 我人生只有兩個日金牛朋友 其實這一句是有語病的 我人生當然不是只有兩個朋友 這麼慘 但是我的意思是 我人生的朋友裡面 只有兩個日金牛 是這樣的意思 OK 好了 我想大家做一個觀察 因為我想說 占星是不騙人的 有時候很多東西是真的有圖案的 你們去看看自己身邊的朋友 哪些星座 OK 其實真的很多 你自己去做一個統計 我當你有十個 可能真的有超過一半的 都是會過一種太陽星座 那 是的 有空在生命裡面 留意多一些這些東西 那你就會發覺 其實星座是真的 有一個很大的根據 就算 它不是單止一些理論上 書本上的東西 而在我們人生 現實生活上 它也是可以非常之有一個形容性 OK 但是呢 我們通常說的星座就是太陽星座 我在昨晚 即是4月2號那個鄭市長的post 即是說什麼 固定開創變動星座的post 我也都有解釋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太陽星座呢 其實我們 一般說星座 我們應該看回 星盤的圖案裡面 那個座的能量強弱 但是如果我們不懂分 我們一般就取太陽星座 星座 一來它是最容易去 identify 因為你只需要一些人的出生 月日 你就知道它是哪個太陽星座 二來 在古典七星之中 一般都是以太陽最具影響力的 好了 繼續我又想說回金牛 那我那個朋友也跟我說 今年是人生最大變動年 其實這件事我早已有提醒過 我在2022預言 那個part 1 那裏 都一早提醒我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看 螢光幕又是右上角 Q Card 我把那條片放出來 其實對於金牛 我不要說你們一定會差 差這個字 擺明是bad negative 我又不想這樣去嚇你們 但是變動一定多 其實我記得那時候上怪談 我都這樣說過 其實不可以說一定是差 但是多變動 而我們很明白 其實人類是不喜歡變動的動物 誰喜歡變動 尤其是金牛座 你們是固定的土性星座 是一個最堅硬的地面 即是不地震 你們都不會動 所以你們是最堅實的星座 在十二星座裏 你想想一下 不動之土 所以當在今年那個天金牛 和土水平四分的這些 外圍萬行星的影響之下 對於你們來說 是真是一個最不舒服的一年 好 但是現在 我真是去入正題了 講一下 白羊處女水平 衰些什麼 OK 但是我又想 我也很感恩 很欣慰 自從我出了3月9日那個帖子之後 很多人都開始問 哎呀 那究竟你是說太陽星座 還是上星星座 月亮星座有關不關事 放心 在接下來的影片 我是會去逐樣逐樣和大家細分的 喏 在此之前 但是如果大家 不明白什麼叫什麼 什麼上星 月亮 太陽星座 我以前又是有一條片教過的 所以麻煩大家又去看一看 螢光幕右上角的Q卡 好 喏 我現在先想說 其實早於3月頭開始 當火星慢慢移入水平座 一路去到理論上7月5日 白羊和柱女座會發生什麼問題 現在先說白羊和柱女 水平最最後才壓軸 好 白羊和柱女座 聽著 最大其實是一些自身身體上的問題 在什麼地方呢 在你們的眼 眼睛 額頭 眼睛 額頭 基本上你當面 不如面 我都大包圍一點 包圍你的面 還有手 但是尤其是 尤其是右邊 我剛剛講的所有東西的右邊 即是右眼 右額頭 右邊 右手 還有左腳 OK 這些地方呢 會容易發生什麼事呢 會有一些痛症 會有一些急性出血 急性見紅 即是熱 有些出紅疹 一些這樣的東西 OK 還有頭的話 都容易頭痛 發燒 OK 特別你去感覺一下 會不會是右邊特別痛 OK 或者 拉近現代的東西 有一些東西叫做偏頭痛 可能右邊會偏頭痛 OK 還有 整體 因為腦部都不太能行動 可能經常會失憶 或者會容易撞傷 特別是右邊的頭部 右腦都會容易出問題 OK 然後 右腦是掌管什麼的 即現在左腦右腦有分的 不知道右腦是掌管感性的 所以可能是右腦是掌管的 一些能力 你們都會遇到問題 OK 還有 啊 配上 我想說 最近在四月 在四月二號 不不不 Sorry 好像是魚羊節當日 是呀 四月一號當日 剛好有個八陽座的新月 響十一島 它是剛好合了海龍星 海龍星這個現代簽證的東西 我不是經常說的 但是當我說的時候 即是 它真的有影響力 OK 因為是合到哄哄的 我想說 伴隨著今次這個 四月一號 八陽座在十一島的新月 合海龍 一些 傷口 你們會容易是有一些很大的傷口 會容易發生 或者一些舊患都會復發的 還有 真的要小心一些比較大的傷口 在你們身體容易造成 特別是頭部 OK 還有一些童年的陰影 會很 即是會不斷在那裡狂發酵 OK 會有抑鬱症的問題 OK 還有 真的一些舊的傷口 可能忽然之間會爆發 或者我當你最近做完手術 明明醫生縫好了 但是 在 現在一直到七月五號 都會無端端去爆發 這些 通通是一些自身身體 健康的問題 如果要說一些外面的東西 即一些我們日常生活的東西 我勸大家會小心 建材化水 特別是一些有賭博 或者投機成份的一些方面 會建材化水 OK 那給白羊和柱女的朋友 這些東西一直需要小心到去 本年 2022年7月5號 但是呢 原來白羊和柱女 又有少少分野 我意想說的這些衰運 對於白羊座來說 由現在一路開始 那個力量是距離的 一直到7月5號 就是一路慢慢去到7月5號 就越來越弱階 越來越弱階 你們就越來越不需要怕了 但是對於柱女座的朋友來說 這個能量是距離的 當你慢慢越近7月5號 越近7月5號 它就越來越變大 越來越變大 你們就越容易拿東西 甚至 說真的 其實呢 對於柱女的朋友呢 就不單止是說去到7月5號 因為我怕它真的去到最後 這些衰野能量 它會回光反照 最後在那裡 就是 突然一擊去搞 搞垮你 所以呢 先去多幾天 去到7月10號 你們都需要 小心我剛剛以上講的那些問題 好啦 那究竟是上星啊 還是太陽啊 還是月亮的八陽 還是柱女呢 不如我在下集再講 這段影片都比較長 然後到10月10日 我會再講 一個月10日 就要再講 一陣子 一陣子